大家好我是钱子T台正经话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我们将在达成10万的订阅之后呢 会举办一个惊喜的彩蛋活动 到时候还会有神秘嘉宾现身哦 大家最期待哪一个神秘嘉宾来我们T台正经话呢 快按右下角的订阅 并且在这边留言 我们会把这个嘉宾请来现场哦 欢迎收看T台正经话 我是主持人钱子 首先是今日最震惊 现在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即抢口罩之后是抢卫生纸 抢卫生棉 抢止尿布 现在台湾人居然开始抢粮食了 超市的泡面冷冻水饺 全部都卖光光 蔡总统今天说 原物料缺货都是假消息 大家千万不要怕莫惊慌 听听看蔡总统的说法 这里面大家去到卖场看 不只是卫生纸 泡面连卫生棉都快要被抢购完了 这是一波一波的 发生要怎么样来解决 卫生纸的原料跟口罩的原料是不一样 卫生纸的原料是纸浆 那我们口罩的原料是不支付 原料供给都没有问题 也不会发生短缺的现象 所以我们的国人是不必要恐慌 这个卫生纸的问题 那在这个疫情的磁张的期间 我倒是要告诉我们的国人 在这个时候我们最不需要的 就是不正确的消息的传播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各位不用 不要轻易的相信没有经过正式的这些资讯 好 千万不要去听信那些谣言 还有假讯息 也不要唯恐天下不乱 媒体要自律 不要看我 我不是媒体 我们是找媒体观察家 事事观察家 首先介绍来宾朱雪恒 各位大家好 好 国民党文权会主委王玉敏 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及立委蔡逸宇 大家好 欢迎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节目 二同感染症医学会的理事长 李炳颖 李老师 大家好 好 这个疫情到现在 其实大家都很惶恐 不过刚刚蔡总统也告诉大家了 我们国内的物资的供应是稳定的 大家不要去囤货 现在很夸张 连冷冻水饺都要抢 冷冻水饺都要抢 大家来看一下 不过你说不惊慌不害怕 我们还是要对这个疾病 有一些比较正确的了解 所以我们请到李医师今天来这里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 也就是武汉肺炎 现在传出说 可以从空气传染吗 这是一个问号 我们待会请专家帮我们解释 这个缘由是从大陆传出来的 包括了在上海的民政局副局长说 他们的传播路径 除了我们知道的飞沫传染 现在有个叫什么气溶胶 气溶胶是什么 如果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那有人说这就是空气传染吗 那如果连呼吸的空气都会传染 那还得了 那戴口罩也没效了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是大陆浙江最近公布的 武汉肺炎感染病例 里面有一男 一男跟一名传染者在同一个摊位 据说这个例子是 两个人在同一个摊位 只接触15秒 两个人都没有戴口罩 结果A就传给B了 那这个中国大陆的上海民政局副局长 又出来讲说 我们发现了 有一个新的传染途径 叫做气溶胶传染 这个名词大家都没听过 我们问了医学界 医学界也说 这是大陆自己创的 那我们就会很紧张 如果说透过所谓气溶胶 或者是空气传染 那我们现在所有的防疫 是不是要更严密 那今天这个2月8号 上海的卫健委 就是卫生健康委员会说 病毒的传播途径 包括了气溶胶传播 这叫什么Aerosol 气雾或是悬浮微粒 这是我们自己查的 是不是叫Aerosol 不知道 待会问一下医师 如果民众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没有戴口罩直接开罚 这个是中国大陆的上海最新规定 说如果你没有在大众传播的 大众的交通系统包括了捷运 或者是地铁或者是公车 你没有戴口罩 我要直接开罚 那听起来非常恐怖 我们来问一下 李医师这是啥 Aerosol 那是青菜公公 青菜公公 不要去听 我们普通呼吸道传染 就是非摸传染接触传染 没有其他 只有很少数例外 所以像流感像SARS 它都是 要不然就是病毒 污染了你的物体 那你去摸它 又摸自己的鼻子 那就传染 这个叫接触传染 另外就是我们呼吸的时候 呼吸道会有一些小颗粒 那颗粒大小 大概是四五个微米以上 你若也看不到 照相机这样照有的时候 会看得到 那个是有固定的重量 所以两公尺之内 它掉下来 所以我有病毒 是传不到你那边 因为距离太远了 这个叫飛沫传染 Droplate Aerosol 就是空气传染的意思 它的意思说 颗粒是比四五微米更小 可能零点几微米而已 它重量太轻 所以会在空中漂浮 就悬浮微粒 然后我有病毒 就可能传染给你 如果真的是空气传染的话 我们不要做检疫了 大家都无法幸免于耐 是这样吗 没有办法 没有担不住 戴口罩也没用 医学上只有很少数空气传染 它其实气溶胶 就是我们在讲的空气传染 空气传染是特别的 就是说 它这个粒子 不是从病人身上呼吸道里面 直接出来的 那个才会粒子特别小 会到处飞 一个粒子就结合 肺结合 以前肺结合的人 就是粒子吐痰 吐痰 吐下去以后 那个地上就会有结合菌 而且它也是耐 耐环境的 它几天以后 你去扫帚掃一扫 飞上来 就是空气传染 整个房间里面都有危险 还有像退伍菌燃症 那个中央空调有 退伍菌燃症 这个吸菌污染的时候 这个空调一吹下来 全部都是空气传染 还有像以前讲的 碳居热 它是细菌的包子 它都不是直接从病人 分泌污出来的 不管你是什么病 你是流感是SARS 是冠状病毒 只要你是从病人 身上出来的病毒 它一定是以肺膜的形式出来 它不会突然以什么 Aerosol 气溶胶的形式出来 所以是悬浮为例吗 医师 对 悬浮为例 那个是不存在传染风险的 我觉得讲这句话的人 我从他的说明里面 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以他对这个 其实不太了解 只是他创造了一个 可能的传染途径 然后说呼吁大家要紧张一下 事实上呢 我们只要注意飞沫跟接触传染就好了 是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中国大陆一直是维稳 它希望社会不要动乱 所以应该是会把 大的事情讲的小的事情 我们过去的了解是这样 那这样子有点危言耸听 他还说 小的事情讲到你听不懂 所以你听不懂了 就没有很害怕 是这样吗 真的吗 因为现在包括上海当局 说武汉肺炎可以由空气传播 吸入含病毒的空气 也可以被感染 而且他还规定大家 做交通的工具 公共交通工具 你一定要戴口罩一般开罚 这个大家看起来很害怕 我觉得现在的状况 其实我想大家之前有看过 何美香何老师的访问 也有看过很多专业人士的讨论 我觉得现在的状况 是大家现在要稳定心情 你看我这么唯恐天下不乱人 我都呼吁大家要稳定心情的原因 是因为如果命运是不可抵抗的 你最好做好准备 因为现在世界各地 看起来的状况 都是你还没有完全了解 它的传播途径 它的传播方法跟过程 就以台湾的第18例的病例来看 他们是去意大利玩 中间其实只有在香港转机 结果回来竟然全家都中 我们要讲的是 你在香港经常转机 真正跟他们得新冠肺炎的这群人 有接触的机会其实不高 那你在坐在飞机上 如果你们在飞机上被传染 那你说他没有飞沫传染 只是接触传染 这可能性又不高 更别提他们回来之后 又有所谓的无症状代言者 这一家人大概把所有 现在我们对于新冠肺炎不了解的要素 跟没办法解释的东西 都集合在一起 那如果我们到目前为止 不能解释 他们怎么传递 怎么得病 从哪里接触得到的话 那我们必须要假设 新冠病毒比我们想像的 还要更刁砖 还要更无法理解 那你如果看到鑽石公主号 你就知道了 显然在一个船上 一个中央空调的密闭空间 把他们家里隔离 是不足以遏止 新冠病毒的持续扩张 所以我坦白讲 大家还是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很有可能 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 是因为未知的东西 真的是比较恐怖 人类如果你知道的 譬如说流感 我们知道它可能会造成 很多人死亡 可是你知道有疫苗 你知道它的传染途径 你知道它的限度在哪里 现在大家担心就是武汉肺炎 你不知道 有很多未知的部分 包括刚刚 其实朱大已经提到了 何美香 他是中研院的 兼任研究员 也是病毒的 研究传播的一个学者 他說 中国那边真的不懂 中国想说的 其实是一种空气传染 但却光说没有提证据 如果这是真的 中国院内感染 一定会更多 更可怕 更无法想像 所以我们要传播 正确的知识给大家 我们也访问了何美香 我们来听听看这段访问 您做个简单的 那个电话采访就好 然后因为我要问的 就是那个气溶胶 传播的这件事情 那是个我们不知道 他在说什么的 但是他假如说是空气传播的话 我想他要提出更多的证据 是那个 我们最后十一 配十十跟十一的那一位 有一个武汉回来的 然后他的配偶被感染了 然后他两个小孩没有被感染 对不对 那在那个状况之下 我们就应该是觉得说 还去支援 那他就是 反正没有被感染到 那不然在同一个家族 是很容易 很容易就全部感染到的 而且要是 这种飞沫感染的话 他应该更容易 他所说的这个气溶胶 应该就是我们所了解的 小的飞沫悬浮在空气中的 OK 那所以 现在他单独拿出这个来 那他要告诉我们 就是他认为小飞沫 占据的是多少比例 你问我的话 我认为大飞沫 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根据 不可能 因为小飞沫一定存在 一定有存在 一定的比例 但是 就我们大部分的了解 看起来这些病 应该都是占的是 比较小的比例 意思还是说 我们不要被那个东西卡住了 是 我们一定还是要先洗手